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关于劳动供给和劳动虚实的理论 那我们把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 就可以分析劳动市场均衡 在均衡的时候如何决定劳动的价格工资率 劳动的使用量也就是就业量 显然这种均衡存在于劳动供给曲线和劳动需求曲线的焦点上面 如果就市场而言 是市场劳动供给和市场劳动需求的焦点决定着均衡 决定着均衡的工资率 决定着均衡的就业率 那么这种均衡是在其他条件不改变的时候存在的 如果其他条件发生了变化 这种均衡有什么特点呢 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关心的 我们未来的薪酬水平 工资率会不会有比较大的提高呢 哪些因素会产生这些积极的变化呢 那么根据劳动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 相互做的原理 我们可以预测如下 在未来如果资本不断增加 那么资本增加使得每一个劳动力 它的生产率提高 边际贡献增加 厂商会增加对劳动的需求 工资率会上升 其实这也就解释了我们在过去二三十年里面 员工的工资是持续在上升的 第二个原因技术在进步 技术进步可以使得我们每一个员工 一定的时间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量 劳动的编辑产品是上升的 所以厂商愿意增加对员工的需求 愿意付出更高的工资率 工资率也是上升的 第三个方面如果宏安经济景气 产品有更好的销路 有更多的订单 可以卖出更好的价钱 意味着厂商的编辑产品值 劳动的编辑产品值在增加 厂商会增加对劳动的需求 所以也愿意付出更高的工资率 那么对我们自己而言 如果我们愿意接受更严格的教育 更好的教育 有更多的专业培训 有更多的证书 那我们的人力资本增加 我们的生产能力 编辑生产力也在增加 编辑产品在增加 企业就愿意用我们这样的 有技能的这些劳动者 我们的工资率会上升 会获得更高的报酬 当然我们前面讲到的 实际上都是主要是需求方面 对劳动的需求方面 其实我们也可以自己自己思考一下 在劳动的供给方面 这个劳动市场上 职场上 劳动的供给方面有哪些因素在变化 在影响着劳动的供给 例如我们前面说过的新生代的偏好的变化 其实就是在劳动供给方面 建立了劳动市场的均衡理论 事实上它是要素价格理论的一个应用 那我们再把劳动市场均衡理论 来应用到现实中 解释劳动市场中所存在着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回顾一下前面说到过的一个确定工资 确定要素使用量的一个原则 就是W等于P乘以MPL 也就是说工资率必须等于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品值 或者说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品乘以价格 根据这个公式 我们可以解释不同的问题 比方说可能会存在着不同工种 不同报酬的情形 事实上这些人可能是同一个学校 同一个班毕业的 他们的人力资本基本上是相同的 比方说为什么有些蓝领的工资要高于白领 以前在中国不是这样 但是慢慢的中国以慢慢显现出蓝领工资 高于普通白领 注意是普通白领的这种情形 例如建筑工人的工资应该是很高的 或者一些技术工人是很高的 另外一方面如果是矿工的话 每个月的工资应该在一万块或者以上的 应该是有这个水平的 那么比白领的工资要高非常多的 其实我们在新概念英语里面 其实也看到过这个例子 那么有些人他是男领 但是每天出门的时候西装革履 那么在做完清洁之后 再换回西装革履再回去装作一个 白领 因为男领的工资要高于这个白领 但是白领在他们看来 白领可能更偏好白领 或者白领的地位 他认为白领的这个社会地位 可能会令人要高一些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呢 他们的报酬 他们的人力资本是相同的 差别在于 对这两种工种 它的喜好程度是不一样的 带个工人的户币以外的满足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在写字楼里面工作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环境更舒适一些 会带给员工工资以外的一些满足 但是在身手不见五指的矿井下面 去这个开产煤矿的话 而且还有风险 那这样的话是不被别人喜欢 那么我们要让有人去当矿工的话 那我需要的有一个工资补偿 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工资差距 这个工资差距是一个工资补偿 我们用这个较高的工资来补偿给不受欢迎的工种 不受欢迎的职位 补偿给他的一些损失 那么同样道理 同样是一个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 或者是金融学博士毕业 在大学里面做老师 他的工资年薪要远远的低于 他做律师 做这个投资银行家 做这个在公司里面工作 要比这些工资率要低很多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他们的人力资本其实也是一样的 还是不同的工种 相同的人力资本 但是不同的报酬 解释的原因 同样是工资 这种工资差异仍然是补偿性的 在大学里面工作 做一个教授 做一个研究人员 他有更好的环境 可能他更喜欢这个环境 所以当你喜欢这个环境的时候 那我们在工资上面就会减少一点点 就是对这个一个负的补偿 那么在职场上工作 会更心情一些 更有压力一些 那么对这个压力 我要有一个较高的工资 来进行一个补偿 如果我们用这个投来说明的话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投 对于普通的南岭 S的供给曲线和VMP曲线交点在A点上 这是它的工资率 但是对矿井而言 在矿井里面 那个工种是不被人偏好的 所以供给量很少 那么供给曲线是S1 那么相应的工资率就不在A点 而是在这个B点上面 同样的 在这个大学和职场上面 和大学以外的这个企业里面 它的工资率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大学里面 劳动供给是S这条曲线 因为有更多的人 他愿意在大学里面工作 可能他会认为要舒适一些 环境要更好一些 而且还有寒暑假 所以供给是在S这条线上 但是对制造业里面的 工作的人而言 那么相对来说比较辛苦 在工资没有增加的情况下 它的劳动供给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对从大学毕业出来的 企业里面的劳动供给 是从S往左边减少的 是在S1的位置 也就是说 它的工资率要提高 B比A大的部分 是要补偿这些人的辛苦风险 对他进行一个补偿 那这是第一个现象 我们要解释的 第二个现象 不同的人 他的报酬是不一样的 例如这让我们看到 歌星的报酬 或者一些体育运动员的报酬 例如刘翔的报酬 或者是姚明的报酬 那么他们的报酬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 那么还有另外一些人 一些律师 一些会计师 或者一些非常专业的技术人员 工程师 他们的工资要远远的高于其他人 不同的人 不同的报酬 那这个原因就很简单了 因为他们的边际生产力不一样 当然这个边际生产力不一样 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边际产品 边际产品值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两个原因 一部分是这些体育明星 运动明星 歌星演艺人员 他们有天赋 就会演好这个电影 就会提好这个球 所以他有更好的市场 这是他的一个自然天赋 一个特殊技能 带给他更多的MPL 那么表现在这个头里面 就意味着 对于这些人而言 他的VMP值是往右边变化的 普通人是在VMP这个位置 但是这些歌星 这些体育明星 他是在VMP1的位置 在靠右边的位置 所以他们的工资 在这个C点上 比普通人A点要这个高很多 那这是一个原因 原因之二是 可能这些人员 受过更好的专业训练 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 大学教育 通过职业培训 通过在职培训 通过在企业里面的实际工作中 积累起来的经验 他的人力资本 逐渐增加 也就是说 通过对人投资 他获得了更好的生产能力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人力资本 有了这个人力资本 他在工作起来 他有技能 就有更高的效率 会带来更高的编辑产品 MPL 所以这些会计师 律师等等 那么工程师 这些专业人员 他的VMP曲线 在这个头里面 我们看到 也是在靠右边的部分 在这个VMP1的这个位置 那么他的工资 是在这个C点上 比这个A点要高很多的 那这是第二个现象 我们做出的解释 那么在现实中 还有第三个现象 同样的工作 但是 有一地方的工作 他的工资率会比较高一些 比如在电力公司 或者是在 一些传统的国有企业 他的工资率可能会高一点 但是在另外一些竞争行业 他的工资率会低一点 那之所以有这样的原因 可能在于 劳动市场是分割的 例如电力公司 或者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他的工作的职位 他是对自己的员工 或者对 有这个地方的货口的人 对他们提供的 这样就把劳动市场给分割了 尤其是 每个城市 它会有一些限制 我这个城市的职位 只供给 有本事货口的人 这样的话 外地的移民就享受不到这个职位 这样就把这个市场给分割开来了 就使得一个市场上的工资率 可能会高于另外一个市场上的工资率 那如果我们还是用这个图来说明的话 应该就是这样一种情形 如果劳动市场没有分割的话 劳动供给量应该是在S点的位置 这个S的劳动供给既包括本地居民 也包括外地居民 既包括这个国有企业自身的职工子弟 也包括这个企业以外的其他的居民 都在这里面 劳动供给是比较多的 所以工资率在这个地方的A点 但是如果我们把劳动给分割起来 只允许这个职位供给给自己的子弟 或者供给给本市户口的居民 那么劳动供给就是减少了的 换左边减少到这个S1的位置 在这个头里面 在这个S1的位置 这样的话 本市的工资率 或者国有企业的工资率 就是在B点上 比这个A点要这个高很多的 这样就解释了第三个 以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 劳动市场分割 导致一些地方的工资 一些企业的工资 高于另外一些地方 另外一些企业 接下来我们再解释 现任中存在着的 另外一个普遍现象 就是呢 是否存在着 就业和工资的歧视 比方说我对不同年龄的人 我给你提供的工作不一样 开的工资也不一样 对不同种族的人 不同性别的人 我也开不一样的工资 和给你不一样的职位 尤其是 现在大学毕业生 可能讨论的最多的 就是男女 男生和女生 在找工作的时候呢 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 我们总会认为 这些企业 是有歧视的目的在里面的 当然在西方国家 它可能也涉及到一些歧视 歧视有色人种 或者是不歧视他 歧视年老的 或者是不歧视他等等 那么到底在现实中 存不存在这种歧视 应该说这些歧视 种族的歧视 年龄的歧视 性别的歧视 其实呢 也确实都存在 但是要注意的一点是 原因是什么 这个歧视是不是来自雇主 来自企业 他就不喜欢你 所以不想雇佣你 仔细想想看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对于雇主来说 他的目的就是利润最大化 只要你能够给他带来利润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类别 是男性 女性 还是年纪大的 年纪轻的 只要有利润可赚 他一定会用你的 所以这些原因不在于雇主 对于雇主来说 如果我特意的不用一些人 比方说我不用有色人种 那么这样有色人种的工资 就会降低 有色人种的工资降低的话 另外一些企业是利润最大化的 他会雇佣这个工资比较低的 有色人种 既然另外一些企业 以较低的成本 来雇佣这些有色人种的话 那么他的成本就会比较低 在竞争中 歧视的企业 就会打败歧视的企业 也就是说竞争的市场 竞争的极致 根本就不允许 存在着歧视的头壤 根本就不允许企业 去歧视这些有色人种 或者是其他的群体 如果你歧视的话 你会被这个市场淘汰掉 而且在现实中呢 我们也能看到这种现象 例如在美国南北战争以前 在这个黑楼制度 还没有废除的时候 其实很多农场 或者是很多工厂 它是雇佣的是黑楼的 它没有歧视它 所以这是一个现象 那另外一个现象 在美国我们看到 很多有色人种 尤其是非洲人 非裔的 那么黑人 他们的体育音乐 各方面的非常投出的 比如迈克尔基克逊 往往这些黑人体育明星 黑人演艺明星 有非常高的工资 你说对这些雇主而言 对好莱坞而言 对这些老板而言 他们在乎的是利润 不管心理怎么想 但是他们在乎的是利润 那这一点 就和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小平总统所说的原理 所说的理论是一样的 小平总统所说过 在这个改革中 不管白猫黑猫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那也就是说 我只关注这个利润情形 关注这个结果 那相应的 迈克尔基克逊 那他也会说 不管白人黑人 我能唱会唱歌的 就是好人 那也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 我可能更关注的是 它的利润情形 所以如果说 在现实中确实存在着歧视的话 事实上在中国就存在着 我们乘坐飞机的时候会发现 那么在航空公司里面呢 基本上以年轻的女性为主 那么也包括少量的年轻的男性 当然最多的是三四岁左右的这个年龄 但是再没有中老年人 在这个航空艺术上做这个副物业 但是在西方国家 航空业里面基本上是空嫂 或者是这个五十岁 甚至六十岁的这个大妈 来做这个航空业的副物人员 这就意味着 中国其实是有歧视的 那我们在餐厅里面 或者在这个其他的副物业里面 基本上是青衣色的年轻人 但是如果我们再去俄罗斯 去欧洲 去美国 那我们会发现在很多副物业行业 其实很多是中老年人 在做这个副物性行业的职位的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为什么中国有歧视 歧视可能不在于企业 应该在于顾客 可能很多顾客更喜欢年轻的面孔 所以这样的话 企业也就把这个 把这个招募员工的时候 就是总是强调多少岁以下 多少岁以下强调这些 在年龄上进行歧视 就是在美国也一样 如果顾客不喜欢有色人种的话 那么企业呢 可能也会减少对有色人种的雇佣 这就是歧视的真相 那么歧视如果有的话 它不在于雇主 不在于企业 而在于了顾客 在于社会 是不是有这个歧视的存在 在下面我们思考一个小的案例 就是在美国存在着工资差 那么中国也存在着民工荒 民工荒的例子 我们让大家在课后自己去思考 为什么会存在着民工荒 但我们这儿解释一下 美国的工资差 而且这个工资差呢 是非常触目惊心的 这个工资差说的是 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 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 当然它是用大学毕业的员工 和没有取得大学学位的员工 两中员工的工资差是什么样的 它是用这个工资差来说明问题的 这个工资差在1980年的时候 男性有大学毕业文凭的工资 要比没有大学毕业文凭的 这些高中毕业生的工资 要高44%左右 那么对女性而言 有大学文凭的人 比没有大学文凭的人 工资率要高35% 但是经过20年到2000年的时候 这个工资差是怎么变化的呢 有比缩小了 不但没有缩小 反而在扩大 到2000年的时候 美国的男性 如果有大学文凭的话 相对于没有大学文凭而言 她的工资要高89% 那么对女性而言 有大学文凭 相对于没有大学文凭而言 她的工资率要高70% 我们看到这个工资差 是不但扩大的 那我们想想看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能不能够用前面 所提出的理论来检视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一个工资差呢 也是可以在解释的 那么原因在于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技术进步 因为技术进步 它对劳动者的技术的要求增加了 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增加了 我要把劳动力和更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电脑 你要绘电脑和自动化的机器设备 要把它集合在一起 这样才能够产生更好的效率 这样的话 大学毕业的有人力资本的人 编辑产品是不但增加的 因为技术在进步 我们有更多的资本 更好的技术 但是高中毕业的人 他的编辑产品相对来说的 没有增加那么快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差距就不但地扩大 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第二个原因和国际贸易有关 由于经济全球化 美国其他国家都广泛地参与到 经济的全球化分工 那也就是说 有些产品可以在其他国家生产 这样带来了一个结果就是 其他国家发展的国家 有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 在高中毕业生这一块 别的国家的劳动力的成本 比美国的高中生的劳动力的成本 要低得多 所以结果就是 美国把这些劳动密集型的 这些简单劳动的产品 大量地转移到其他国家 那么在美国本头 对这个非熟练工人 对高中毕业生的员工 对他们的需求量 就大幅地减少 而美国留下来的是 高新技术行业 而这些高新技术行业呢 仍然需要有一定的技能 有人力资本 跟它配合在一起 所以它是增加了 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 那么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 它的工资差就越来越大 这是在1980年到2000年之间 所发生的变化